大家好 我是沈溫妮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 另外一種版本的 潘自然公仔 好 等我一下 這是我們的超小指刀 這是我剛剛講的魔術板塊 你看 喔 在這邊 然後呢 如果這個可以小麥伯伯伊 我就可以做成一個全面的 方便 可以耶 剛剛好耶 不錯 這是我們的燙子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吧 算了不要好了 這是什麼男生橋耶 喔唷 我都故意不讓你看到他那個 那是怎樣 故意不讓你看到他那個巴 是不是有做得很完美 真的是故意的啊 天生的 喔喔 喔 可不讓人的 好可愛的 喔 它倒 它倒上去 我好完整喔 我好完整喔 完整你看喔 這個是最終選拔的 它那個腰帶沒有出來 它那個腰帶沒有出來 然後它還有這個 狐狸面具 超級帥的 然後這是玲瓏 左進士給他穿的衣服 然後這是玲瓏左進士給他的刀 這整身就是玲瓏左進士幫他 穿的 那是說給他穿的啦 不然他光了身體去穿 一下最終選拔 頭太重了 這同樣 是個另外一種版本的 是個探機狼 蠻緊的 他們倆是親兄弟 長得與我一樣 哈哈 一個罩門善意 罩門椅子柱 罩門義勇 啊對 紅黑了 我知道 謝謝 謝謝媽媽 我擺在前面的這三隻 剛剛好就是媽媽買給我 然後後面這三隻 一個邊緣人 後面這有兩個邊緣人 後面這三隻 就是 我爸爸買給我的 一二三四 全部都一二三 全部都是同級的 然後這是 炭治療的師兄 不知道不知道他為什麼 嚴重往後折 哇 這個 好煩啊 把它跟 叫我們探這樣的 交換看看 看看 不行 果然呢 欸其實可以耶 欸其實可以耶 不要好了 等一下把它弄 先穿出邊了 超級帥的 再沒有一個帥 怎麼了 沒有 他頭一直掉 好 你這個 呵呵 過來 喔 這個 喔 大家為什麼會往後起呢 因為那個風 過來以後來 好嗎 其實這個才是真正的邊緣人 翊勇都沒有跟其他的住站在一起 他都是自己站 他都是自己站在一起 他都是自己站著 因為他沒有通過 最終選拔 然後覺得 翊勇呢 他沒有通過最終選拔 翊勇 翊勇 翊勇不是那個水柱嗎 對阿 他沒有通過最終選拔 對阿 因為是另外一個他的好友保護他 他本來一開始遇到第一隻鬼 他就敗下陣來了耶 那他為什麼能變成水柱 因為有一個他最好的朋友保護他 那他最好的朋友的名字叫強兔 因為他已經死了 對 他為了保護他 還有 所有參加 那一屆參加 最終選拔的人 通過最終選拔 然後自己就犧牲了 然後呢最後 然後 然後最後 他也是 變成王 魂 王 王靈 然後幫助炭治安 變得那麼強 所以現在炭治安 他們不是還有一個祖上嗎 祖上什麼 就是一個兩個眼睛都不見了 那不是他們 救助的主人嗎 喔對阿 就是他們這邊就是 因為他們 兩隻眼睛都不見了 不是嗎 不是不見 是被病毒 就是他們 當中 因為那個鬼五十五產變成鬼 所以他們 導致他們全家族的男性 都會受到詛咒 但是女生不會喔 就是男生 然後他的那個 詛咒就延伸到他的眼睛 本來只有延伸到 一隻眼睛 結果 最後他延伸到兩隻眼睛 最後 延伸到全身 就變成一個屍體 但他還能動 就是有點類似融化 但是他還能動 然後最後 怎麼了 幹你娘 我經常有這麼大 對 你看 留下 你有沒有看這裡一個傷口嗎 我自己指甲 這樣子 靠過去而已 這樣而已 我以為 我的大拇指就是這樣 喔 喔 善意 然後他的師兄 好痛 好痛 不要再跟我說了 你手好痛 好的 他跟炭治癢一樣 好 以上就是我們 真的好帥 炭治癢 以上就是我們 上門 炭治癢 最後一個公仔開箱阿 還因為我們 這一個公仔 就是 最後一個公仔 然後呢 我們就全部都集齊了 你不要這大 不對 就全部集齊了 然後呢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裡了 掰掰 拜拜